柯文哲政治现金的假账风暴持续延伤 而过去曾经评论美和事案 痛骂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而现在郝龙斌接受访问 他就抨击 柯文哲已经变成了民众党的负债 详情关系楠伟红告诉大家伟红 好 主播各位关系 大家关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 这个政治现金假账风暴 现在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除了被爆出说呢 他有多比的捐款是来自海外 其中还有这个中国上海的红色捐款之外呢 妻子陈佩琪呢 也被抖出说是要来帮儿子准备 这个将近1.2亿的豪宅 还有来帮民众党来看办公室 面对种种争议呢 今天柯文哲出门的时候 有最新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 怎么会这么多谣言 那这部分有要澄清吗 等我们把账整理啊 一次澄清吧 过去呢 其实柯文哲呢 也曾因为这个美和市的案件呢 是来批评这个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而郝龙斌呢 在日前呢 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呢 就认为说呢 柯文哲在这种种的弊案当中呢 其中像是这个金华城案呢 柯文哲其实是有一定的责任 他也喊话说 蓝营呢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问题 还是得来做相关的切割等等动作 不能说这样子纵容柯文哲 那面对呢 这些种种的争议呢 好 我们并也认为说呢 柯文哲现在已经变成了民众党的负资产 以上也是我们找到现场最新进行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但是现在难道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传出多笔是来自对岸吗 这是今天的最新报道 传出来有来自中国上海 香港跟澳门等地的捐款 不过对此 民众党发言人表示 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年满20岁就可以捐款 初步看都有身份证 民众党也会重新的盘点 检视是否具有身份证 不过除了政治现金案 说不清楚 柯文哲还有金华成等案 被控图例 台北市的前市长郝龙斌 接受访问时他就表示 金华成这个案子绝对有问题 只是不清楚图例该负责任的是谁 就透过检调要好好查清楚 但是他说柯文哲的责任是一定有的 台湾的选择 曾经是小草心中最好的选择 带给支持者希望 现在看来变成绝望 柯文哲陷入假账风波 自毁人设 前立委郭正亮就断言 2026县市长白颖已经出局 只剩地方议员还有空间 至于柯文哲 2028总统梦也没了 即便参选票数 恐怕也难以超过2024 柯文哲不复连演都不演了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2024的目标 从来就不是要选上总统 而是义无反顾捞一票 那诈骗集团捞完一票之后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 赶快让杠走人 柯文哲政治现金账目讲不清楚 每天都被挖出新争议 也让外界质疑 柯文哲是否不顾选票 只顾钞票 还有北市三大案 司法也正在厘清 柯文哲人气崩盘 小草大逃亡 如果要参选2026 2028 中间选民还会买单吗 我觉得他2026没有就没有2028 他到现在问题还讲不清楚 他还有司法各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2028民众党 会不会还有党 立法院到底还能有党团 这件事情恐怕都要质疑 原本手上的选将 前刑组市长高宏安 因为涉贪被判刑 立委黄珊珊被停权三年 无法参选台北市长 积极布局新北市的立委黄国昌 民调无法突破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分析 黄国昌虽是过去半年 民众党升量最高的政治明星 但依旧无法在新北市 创造出当选契机 黄国昌都没机会了 更别说其他人 民众党现在 党内争议多 尽管是党内的政治明星 恐怕现在也会受到影响 这些党内有优秀的人才 当然一定会全力支持 倘若小草都被当韭菜哥 柯文哲提前出局 政治板块重回蓝绿对决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有媒体人在脸书上曝光两张关键记录 只称柯文哲与北市科涉嫌土地案脱不了关联 110年3月柯文哲亲自主持会议 将一块地拆三块 并把投标规定改成不限产业类别 给了新光人寿入场券 一个月后柯文哲再度亲自拍板 仅T16需要计划书T17、T18都不用 被质疑为新寿良神定座 在2019年3月 曾经到新光吴家阳明山的豪宅去拜访 后来就让三块基地合并招标 T17、T18居然用建价的方式 租给了新光人寿 刚好就是吴欣盈担任新光人寿的总经理 那这不是瓜田里下 什么是瓜田里下呢 柯文哲赖不掉不止因会议记录上 都有清签压日期 议员接着指控 会议中不止没有都城委员 也没有公正第三方背书 影响整个北市科超过数十亿元的开发案 但是我们从会议记录里面 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副市长与会 也没有委托的顾问公司与会 是不是就由柯文哲 以及几位局处首长就这样决定了呢 柯文哲深陷三大案证据越来越多 政治现金又被发现 有17笔共38000多元来自海外 其中有9笔地址登记在上海以及港澳 恐怕违反政治现金法 就是要限制于外国人不当地干涉本国的政治运作 还有介入本国的一个选举 那你如果没有去办理脚裤的话 政治现金法就规定得很清楚 是五年以下有基督行 所以我才会讲说民众党你惨了啦 对此民众党回应初步看捐款人 应具备中华民国身份证 不过掌目一团乱 这会若是踩到两岸红线 可不是误报就说的过去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不说不回应 或者挥手民众党主席 克文哲快闪上车离开 政治现金假账收不停 前幕僚点出关键 民众党大正房梁秀菊在大雪被假空 那当时其实非常多人对他的这个 在勤款的这个流程上是有所抱怨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这个勤款的过程 有点太繁琐了 梁秀菊在这一块坚持 算是保护了民众党 从创党到2022年 九合一选举一直都是由梁秀菊 坐镇管控各地的选举开支 知情人士回忆 当年在和平区长补选期间 有幕僚从台中高铁站搭车上山 报了一笔两千多元的车资 立刻被梁秀菊质质问搭车人数细节 并提醒幕僚有更省钱的方式 资助弊教的作风 连柯文哲也难以撼动 柯文哲希望弄一个木口公司 来自己盈利 然后自己自产自销 来自给自足 但很显然的 这个就是踩到了 这个所谓的政党法也好 或是政治现金法也好的一个红线 前幕僚抨击 柯文哲曾想透过木口 来替党拓展裁员 不料闹出风波 也给外界认为 柯文哲只想把钱 给自己人赚的负面观感 更让梁秀菊在大选 没有发挥关键用途 用党的账是我管是没所 相关要回应的事情 我们有没准备的事 他们会统一回应 免得正义身为民众党财务长的 梁秀菊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同时间柯文哲的政治捐款 再报有17笔事 来自海外 分别从上海 日本香港等地引发外界质疑 民众党你惨了啦 要把这一方面赶快去勾击清楚 要向社会来解释清楚 标榜清廉用人为财的柯主席 如今不止形象重挫 连世人能力也被打上 大文浩 东森新闻知识中心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